大家好,我现在临下中卫沙坡头景区 这里是维吉景区 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终于到门口了 后面就是售票处 走我们进去参观一下 这边是门口的停车场 非常的大 可以自家的朋友直接开到售票处门口 走我们进去吧 进来了 门票是80块钱 看一下这个大门口 见的还是特别好看的吧 沙坡头黄河区大门水车门 这边有两个大水车 这个景区也是临下最出名的一个景区 沙坡头 我听说了至少有20多年了 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 然后临下还有一个就是贺南山 最出名的就是沙坡头景区 这个景区太出名了 所以说我昨天在家里做了个攻略 我就一定要来 这边人还是挺多的呢 看一下这个大门口 走我们检票进去了 进来了 他这个里面也有电瓶车 也可以自己走路 这个大石头 我觉得要过来看一下 很多人不知道吧 这个一定要过来看一下 国家首批 5A级旅游景区 沙坡头 听说了至少有28年了 真的就这个景点 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 那边进来以后 这里可以坐羊皮筏子 也可以坐快艇 快艇我觉得就不做了 我们还是走路参观吧 往前走就可以了 看一下他们滑的那就是传说中的羊皮筏子呢 这胆子真大呀 这玩意摇摇晃晃的 这胆小的人都不敢坐呢 这个当时在兰州的时候我也没坐 走我们继续往前边走边看 今天没有太阳就漫步在这个黄河边这种感觉 就两三个字特别好 你看走到那个前面那个吊桥 那个地方估计还得有个一千米左右 景区都这样 先在大门口 然后让你坐观光车 再回头看一下远处的山 那山那么高啊 真的山上一棵树都没有 走我们继续往我身后的地方走 别的不多说啊 就坐这个羊皮筏子 这个勇气可嘉真的 看一下远处的这个小亭子 这个位置比较好 我觉得我要上来看一下啊 哎呀这个小草 上面还是铺的草呢 这个小亭子很精致啊 怎么样 这个画面怎么样 是不是很完美 远处那个才是真正的核心的景区 这个角度特别好看 前面那个是黄河玻璃桥 这个应该可以直接走上去的吧 等一下我们走到上面去登高望远啊 这个桥虽然是人形桥 但是从黄河就两个桥塔 直接跨到了中间 这个做工质量应该是比较好的 刚才走了很多路了 从那个门口走到这里 至少要两公里 我都差点放弃了 所以我想了一下还是得坚持 一定要走到那个前面 走到沙子那个下面 哎呀太累了 终于快走到核心的地方了 这边还有摩托艇 它那个羊皮筏子90块钱一个人 价格说实话有点贵 观光车来回是好像是40 到底是来回还是单程的 反正他说是40 这边游客比较多 这边是上面是溜索 这边写的是 零下隐皇古灌区 世界灌溉功臣遗产 看一下 这上面就是那个溜索 黄河蹦极 直接往水里跑 中间有一匹白马 黄河白马 看一下 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个雕塑了 我心想着 一定要走过来 哇 这个应该是 那个汉白玉雕刻的 等一下有人在上面溜索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远处有人过来了 三个人 看来很多人都喜欢玩这个呀 这应该挺刺激的呀 是不是很好玩 想来体验一下吧 还有快艇体验一下 这上面是上游 那南州应该在这个方向 又过来好几个人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还有一个大哥抱着他女朋友呢 挺好玩的吧 我觉得沙坡头景区最好玩的就是这个溜索 这看到我都想来体验一下了 哇塞 这太好玩了 刺激刺激 往右边看 这里才是这个景区最重点的沙坡头嘛 怎能没有沙子呢 要是看不到沙子 那岂不是白来了 所以说我一定要过来看一下 中间有三个字 沙坡头 我觉得我要去踩一下 要是不去踩一下的话 等于没来啊 走我们过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角度 他们从那个上面往对岸滑 哇塞 这个项目绝对好玩 真的这个项目是最好玩的 从那边可以坐缆车上去 然后再坐溜索到对岸 然后再坐溜索回来 哇塞 刺激 怎么样 这个景区好玩吧 这个叫什么 够你体验的项目也是比较多的 这个山挺高的 你要走上去 走上去不行啊 它那边好像是有电梯 这边还有这个 这个也好玩 这是趴在上面往前飞的这种感觉 我终于踩到沙子了 哎呀 这鞋子里面搞了沙子很不舒服啊 从这里往上爬的话 我觉得就不往上挑战了 往那边走一走啊 那边好像有人是坐着往下滑沙 我们过去看一下 它这个树是枣树 上面结了很多枣子 国际滑沙中心 怎么样 这个好玩吧 小的时候我们也喜欢坐在那个斜坡上面 就往下滑 但是这么长的滑道 我这还是头一次看到呢 这个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对不对 挺好玩的啊 上面好几个人呢 蛮悠悠的往下滑 它是怎么控制速度的呢 我看有的人滑得很快 有的人滑得很慢 这个挺有意思 这边还有缆车 可以坐着缆车滑油油的往上跑 太好玩了 这个体验项目确实好玩 这你所看到的画面 我在二十多年前就看到过了 我终于来到了 零下最出名的景区 沙坡头景区 包括这个溜索 这个感觉在飞一样的感觉 这个是最刺激 最好玩的 沙坡头的最核心的景区 我终于来到了 这个上面我就不往上跑了 这个要么你就坐锁道上去 然后再滑下来 然后还有溜索 这个体验项目 非常的重拙 绝对是带小孩 大人都可以来尝试游玩 总算来到了 零下最出名的景区 沙坡头景区 不容易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